这一回可能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面去跟自然产生一些接触 然后在自然里面做一些时间 就是在非洲它的天气还有风气下风湿比多美好很多 然后是我感觉非常深的就是在一个地球上人的生活方面很公平 所以然后有一些比较touching的图是比如说有的海灰被线缠入了 然后塑料垃圾这样一类的东西 然后所以就想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我发现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很多知道我们应该有做的条件的 所以我就创建了野生去欢喜大家对自然的一个人间 而且成为一个为了自然的创建者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出一些改变 在这时的地方 这是人的 这是人的 哦 哦 这个样子的 我拍到了 开心 红山最特别的动物场晚市场 星星晚上要一路绕到最迟 对 哇 找个干豆干豆的话很美 哇 这周围也是七架 红津店是树七栋 就是在野外环境里 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下到地面上 红津店其实 它全部都是IUCN理由上面的极微柔宁种 而且过去的二十年当中 它们的气息气被毁掉了百分之八十 所以它的数量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论点 种植棕油柔宗树 是导致它灭绝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 作为消费者去选择可持续棕油的替代方案 会让动物园的参观者也不够理解到这些信息 就是它们会看到红毛猩猩觉得很可爱 但是只保护这三只红毛猩猩是不够的 因为它们野外的同伴现在都在失去自己的气息地 我们要从消费来解决 你特别是替换其他的那种 有料所有 我们所有提出的这些建议需要扎实地研究和调研 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让这个议题还能够去影响更多人 好男士 自然装面酒 好男士 我不是专家,但我想我可以用一些有创意的方式 来让人们更多的去参与进来 所以,这些3D写真是在墓 这些给产生影响的影响和刺激的影响 只能走过温暖的人和物品牌 我们希望这些活动能够加压力和压力 这些给产生更多人学习和他们的地图 Tats and to care for environmental issues We are the change makers for nature We urgently need a more sustainable way of living to save our planet 感谢观看